痛!孟耿如清晨5点获知恶号23岁亲底家中上调亡。 孟耿如与弟弟孟耿德感情很好,之前曾泡出弟弟秀大号三分球的画面,网友也狂夸他球技好胜,如今孟耿如23岁弟弟亲生过世,孟耿如现在忙着处理弟弟后世。 据悉是上周发生憾事。 孟耿德患有忧郁症已有一阵子,交往刚满一年的女友伤心欲绝,更别说白法人送黑法人的孟家二老。 据悉,孟耿德是在上周三20日,在家中上调轻声,同住的孟耿如大自清晨5点发现后,赶紧打电话报案,警消赶底时,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送一抢救人不治身亡。 心想办法相对,你们很操心跳,夏冲天eled clickingemon的东西。 孟耿乳上月26日才帮弟弟庆生,他在一哥贴出子弟和赵写下,家人不求别的,求你平安快乐,当个善良的孩子永远爱你。 不料仍难阻止悲剧发生 孟耿如家庭单纯 爸爸是军人 妈妈原职是服装设计师 但热衷钻研 烘培10年 目前自营 晚晚望团 原名孟妈妈美食网站 孟耿如还有一个子子 去年她分享子子 在国中就出贵 喜欢女生 让年幼的她听到 忍不住难过哭出来 但之后认识许多同志朋友 才发现他们没什么不一样 姊妹之间的感情也更加紧密 孟家有二女一男 孟耿如在家中排名老二 亲生的弟弟孟耿得失老妖 也是家中独子 据悉是上周发生汗事 孟耿如 经纪人不愿透露 孟弟是如何离开人事 而交往刚满一年的女友 也伤心欲绝 更别说白法人 送黑法人的孟家二老 经纪人表示 孟耿如十分难过 但她希望媒体 可以不要惊绕家人 也希望记者能帮忙 2016年 孟耿得曾上黄字角的一支节目 爆走四万元奖金 因她外形神似男版的孟耿如 当时被形容为天才 孟耿如 孟耿如 子弟感情很好 在她第一次当女主角时 弟弟还曾经洗线 身粉丝见面会力挺 对女友弟弟重视 黄字角角角 紧回应 孟家这阵子都在尽心处理后事 也努力把情绪为季 请各位多提亮包 和不不便发表 什么蛋球之力 维持日常 尽力陪她走过这一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